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我是家父姐姐 你叫甚麼名字? 好高興認識你 我們來到上課了 你準備好未? 我們首先會唱上課歌 上課了, 上課了, 終生響了 手切手笑, 一笑開始上學了 上課了, 上課了, 終生響了 手切手笑, 一笑開始上學了 小故事 大道理 在農村入面, 住了一位農夫 這位農夫, 種了好多蘿蔔 他每一日, 都好細心照顧他們 幫蘿蔔淋水, 撕肥 有一日, 農夫發現 他用心栽種的蘿蔔 已經長得又肥又大 農夫想把蘿蔔拔出來 於是就用雙手, 捉緊蘿蔔頂的葉 但是, 他不停地拔啊, 拔 蘿蔔, 動都沒有動過 農夫心想, 怎麼辦呢? 有啦, 他找了他太太來幫忙 農夫抓住蘿蔔 老太太就抓住農夫 一起用力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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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和老太太一起出盡力拔 但是, 蘿蔔都只是拔出了少少 農夫和老太太已經滿頭大汗 老太太想了一陣, 就說了 嗯, 可能那個蘿蔔太大了 只有我們兩個人, 應該不夠力啊 不如, 找到孫女來幫忙吧 於是, 孫女就來到田道 一起幫忙拔蘿蔔 農夫抓住蘿蔔 老太太抓住農夫 小孫女又抓住老太太 一起用力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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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蘿蔔又再露出地面多些啦 但是, 無論他們怎樣出盡力 蘿蔔都還是不能夠完全拔出來呀 孫女想了一陣 有啦! 她找了小狗旺旺 和小貓咪咪來幫忙 到底小狗和小貓可以怎樣幫忙呢? 只見農夫抓住蘿蔔 老太太抓住農夫 小孫女抓住老太太 旺旺和咪咪很努力地挖鬆蘿蔔外面的泥土 他們五個齊心合力 一起用力 一、二、三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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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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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的作作 農夫他們終於拔出世界上最大棵的蘿蔔 你看看!因為這個大蘿蔔 他们还上了报纸 这一天是他们全家最快乐的一天 他们还将大萝卜煮成萝卜汤 分享给全村的居民饮 当然还有旺旺和咪咪 小朋友 故事就讲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试过遇到困难呢 农夫的故事提醒我们 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要立刻放弃 可以找人帮忙一起解决的 另一方面 我们都可以好像老太太 孙女一样 做一个愿意随时帮助别人的人 家父姐姐游学团 大家好 又是家父姐姐带大家周围游了 恐龙已经不存在在世上了 那现在 现存在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又是什么呢 不如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看 南瓶 南瓶 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 最大的南瓶 身体长度是29.9米 逐游 逐游有四架小巴那么长 重量啊 等于十一步巴士的 南瓶体型旁大 小朋友啊 你条腻有几重呢 我想你就没有帮过自己条腻的 但原来南瓶单单是条腻 已经大约等于两部的士那么重了 我估你条腻一定没有那么重啦 而他的心脏就有一部车那么大 南瓶果然样样都大过人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这个名字 真是非南瓶莫属啦 也都因为他的身形庞大 根本就没有其他海洋生物会攻击他 反而人类的活动 例如船隻意外撞击 或者渔网的潜扰 以及棲息地被破坏 才有可能威胁到南瓶的生存 因为南瓶没有什么生物 敢攻击他 科学家估计南瓶的寿命 至少有80至90年 南瓶的游泳速度很慢 根据装计了追踪器的结果 南瓶平均的时速只有3至6公里 大约等于我们平时走路的速度 大约等于我们平时走路的速度 真是游行啦 南瓶的头部是椭圆形 身躯瘦长 背部是蓝灰色 南瓶主要以小型的甲壳类 例如鱗虾 和小型的鱼类作为食物 有时候都包括鱿鱼的 它进食的方法 和上次介绍过的魔鬼鱼很相似 就是抹大口 让海水连同虾仔 鱼仔一起吸入口 作为它的大餐 南瓶有时候在水面 会喷出一道壮观的垂直气柱 小朋友又猜不猜到 它为什么要喷水柱呢 原来因为南瓶是属于捕鱼类动物 不像得鱼 有腮 可以在水里呼吸 所以它们就好像我们 在泳池玩潜水一样 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浮到水面 换一次气 然后将氧气储存在肺里面 因为南瓶的身形实在太大 每次要换的气都很多 所以当南瓶在鼻里噴出 强大的气流的时候 就会将海水带到空中 蓝色的海面上面 就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喷泉 另外 有些不能够吞下肚的虾 都会随着这些气流喷出来的 南瓶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技能 就是唱歌了 南瓶一年四季都会发声 由夏季到冬季是最高峰的时间 大部分它们发出的都是低频声音 曾经有人记录到 南瓶重复发出四个音符的歌 每次大约持续两分钟 这个这么特别的发声 被称为瓶歌 研究发现 瓶歌其实是瓶如大家 聊天时发出的声音 在海水里面 低频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非常适合它们用来沟通的 没想到在海洋里面 居然装到南瓶这么大只的海洋生物 不知道海底里面还有什么生物呢 让我再去发掘一下 律动时间 小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又是时候做运动了 我们 Kat Porque 把握手说 举起手说 摇下这双手 喱喱 喱喱 笑一笑就够 踢踢 脚 踢踢 脚 左 右 左 右 望望上 望望下 左 右 左 右 Yeah 摇摇头说 摇摇头 并下并下手 拍拍推啊 拍拍推 扭一扭下腰 举起手啊举起手 摇下这双手 吓吓吓吓吓 笑一笑就够 摇摇头啊摇摇头 摒摇摇手 拍拍推啊拍拍推 扭一扭下腰 举起手啊举起手 摇下这双手 吓吓吓吓吓 笑一笑就够 摇摇脚 摇摇脚 左右 左右 望望上 望望下 左右 左右 耶! 摇摇头啊摇摇头 摒摇摇手 拍拍推啊拍拍推 扭一扭下腰 举起手啊举起手 摇下这双手 吓吓吓吓吓 吓吓吓吓 扭一扭就够 好 在再跳多次首歌之前 等我们一起来做一次拍子体操啦 摇摇 摇摇 记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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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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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这个样子是不是一点都不像一件乐器呢 这一件乐器由日本表演团体明和奠基所设计 明和奠基在日本很出名的 是一队以自己制作的乐器去表演的团体 每一位成员都是怪人来的 之后有机会再介绍他们啦 这一只音乐小科豆和小提琴、树琴很不同的 因为它是需要用电才可以运作的 你看一下这只科豆 形状是不是好像一个音符呢 而符头就有一双眼 有个嘴巴 演奏的时候 然后一只手要在科豆的身体上快速的上下滑动 另一只手就控制着科豆的嘴巴 要嘴巴一开一合才能改变到声音的 非常之容易玩 但是要控制得好就非常之困难啦 这件乐器的声音是不是很有趣呢 有人说它像乙虎 有人说它像索纳 总之就不是平时听到吉他或者小提琴的声音啦 音乐小科豆在2010年 荣获日本玩具界的大奖 它更加拥有自己独立的网页 还有社交媒体的帐号 还有很多粉丝 人人都说很kawaii 即是很可爱呀 它有三种的尺寸 最小的真是小小的 很有趣的 小朋友你都一定可以玩到呀 音乐小科豆也有新的版本推出 最新的版本 更加可以结合智能手机的软件 改变声音 甚至有录音功能 那就更加多东西玩啦 你是不是都想试试呢 香港都有得买的 爸爸妈妈都可以上网找一下 会找到相关的资料的 先指声明呀 我不是在这里卖广告的 也没有什么的利益 不过 这件乐器真的实在太有趣了 有好东西 当然是跟大家分享啦 对吧 好啦 下次再见啦 拜拜 我回去再来做个小侠探 哦哈佑 Gozaimasu 我是你今天的训练导师 Terry Gozaan 如果你想做一個好的偵探 就立刻參加這個訓練 首先你站在那裡 現在立刻站在那裡 為什麼還坐在那裡 站在那裡沒有 接著我會和大家一起練習跑步 當你一邊跑 你會見到我在螢光幕左邊或者右邊 左邊的時候 你就舉起你的左手 右邊的時候 你就舉起你的右手 不要忘記 你繼續跑步 直到終點為止 大丈夫ですか?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 開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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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oi desu,你做得很好啊,小偵探 下次再来跟着学习啦,拜拜 小朋友,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了 记得跟爸爸妈妈分享下你今天学了些什么 我们下次再见啦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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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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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中声响了 飞飞手说再见今天再回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议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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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